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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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蘇香快來到今天的棒球殿堂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我們要來分析一下這次新出的這個 二三年的第八期簽名卡 好以下是我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一樣這個第八期的簽名卡是沒對 一頭一打 那我們就一一來介紹 好首先的話我們先從兄弟開始 兄弟的話是出這個曾宋恩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兄弟的左外野手啊 左外野的S 選擇其實不少 好 那兩張周師騎的話其實都有這個 後兩項不是很高的問題 那這張是傳球超級凹 然後這張是手傳沒有這麼高 那詹子賢的話這張他的傳球也只有90 然後這張的話是整體的數值還蠻漂亮的 那這張陳文傑的話就很好 沒什麼話說 好我們就比一下這個曾宋恩 曾宋恩的話跟詹子賢比這兩張我覺得 如果就加10的情況來看 曾宋恩其實是不錯的 後兩項的數值是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情況來看曾宋恩是可以入手的 但還是偏向是有外向的啦 因為我覺得陳文傑的數值比較好 那中外野又有張志豪 那右外野的話咧 右外野你說陳子豪這個數值不夠嗎 這數值超強的 或者是可能你還有林書義可以去選啊 像這個比起來基本上我都會選 像林書義或者是陳子豪的這個卡片都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張雖然說他的這個左跟右都可以守 但我覺得還是比較偏向是有外向 但是數值是ok可以入手的卡片 好接下來的話是投手 投手的話兄弟這邊是出這個 陳虎 陳虎的話目前是已經有知識了 然後這張是只能中繼 然後球種的話 有稍微做了一點小改動 曲球改成了這個彈死曲球 原本的球種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陳虎的卡片不多 就這樣來看的話我覺得是可以入手的 然後會比較偏向是 還是偏向有外向的啦 然後有些人有疑問 之前有出一張 那個蔡奇澤 不是這張 是另外一張 這兩張的球種不太一樣 這張超便宜欸 掉到這個價格 好 如果就蔡奇澤跟陳虎的情況來看的話 這兩張基本上 陳虎比較好一點啦 那因為還有知識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會認為說 你選你自己喜歡的就好 因為籤卡的話 這個基本上都是會滿的 所以這張 投手我覺得是ok的 好接下來我們一樣把同一跳過 先來講樂天 好那樂天的部分的話 投手是出這個黃偉城 那這張沒什麼問題 球種上面有新增 而且六球種的這個配置來看 加上數值球位113還有球數71來看的話 這張是可以直接入手的 我覺得這樣還蠻強的 加上他也有出知識了 這張照片是不是顏色怪怪的 但是他目前看數值來看是蠻強的 好 打者的部分的話出23年的陳俊秀 這張的話我覺得他的位置 會有點尷尬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壘的部分 你就看啦 如果說你要放陳俊秀的話 這兩張去選吧 這兩張的話 雖然說2億這張的前三項很暴力 但我會選23的 他相對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就其他張來看 就是我們不包含 我們不包含就是 應該說不侷限 不侷限在這個陳俊秀系列卡片來看的話 今天怎麼一直點錯 好 如果就23朱玉賢來看 我覺得朱玉賢會好一點 他的跑雷有拉上去 那如果就廖建復來看 這兩張的話 我會選廖建復 廖建復的數值也好一點 所以就變成說 除非你的廖建復可能跑去捕手了 你的朱玉賢可能跑去卓愛也跑了 那這個情況你可以考慮 但是我怎麼記得好像 今天真的是 篩選上面一直出問題 不然還有這張 這張的話跑雷不夠 然後比較有人有疑問的 應該會是在這個 梁家龍 如果你的三壘可能放林治平的話 梁家龍我覺得還是比 這張陳俊秀好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這兩張的話 也是 我覺得也是注意錢比較強 簡單來說就是你一壘 真的就是只剩下陳俊秀可以放了 再放這張吧 好 富邦 富邦的投手的話 這個我們幾乎不用講了 富邦的投手出李子強 這張還可以去先發 雖然說就手動來看 基本上丟東西就好 這張七球種這個數值完全沒有問題 直接入手就好 富邦的 直接入手就好了不用考慮了 那那張應該是現在講最短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范國城 范國城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一壘的部分 一壘的話 有這張范國城跟這張范國城 這兩張啊 我覺得 惡意的比較好一點 但其實講實在的 沒有差很多啦 啊這張跟靈異拳比勒 我覺得靈異拳好一點 但還是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張 你要入手可以啦 但我覺得其他張應該就夠用了 你們有在練籤卡 應該其他張身上都有了 所以應該是不用換這張啊 不用特別換到這張去啊 好接下來是衛拳 衛拳打者的話是出這個 極力級囉 直接按捕手就好了 這張來看 力量108很高 然後傳球也有100 跑壘的話 大家自己看 都蠻糟的 所以這張 相對 就是好的 所以這張是可以入手的 那如果你覺得他跑壘不夠快的話 你可以犧牲一點火力去換 跑壘 那就是用傳奇的成金帽 就自己再去看就好了 好投手 投手的話出成冠偉 那有人有疑問啊 成冠偉跟這個22年的比 這是我們會員朋友的問題 我們這邊就特別來做個解答 這是必須的 就是很感謝我們的會員朋友 好這張的話是雙S 這張的話也是雙S 所以這個在首位部分沒有什麼差別 好 數值部分的話 我認為這兩個沒什麼差 都會滿 那23的話球數還更快 更平均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數值上面23贏 好 接下來看球種 球種的話沒有什麼問題 23又新增了一顆滑球跟曲球 然後 之前的22年4球種我覺得太少 而且直球變數二縫跟紫叉球 這個 就是人家在講 比較偏同向的啦 成韻文如果你都用不習慣 這個就會更難用 那加了滑球跟曲球的時候 我覺得是 滿大的加分 所以在這個情況的話 我會認為 你原本如果有練這張 而且練滿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你短期內 因為畢竟這張還是有 紫叉跟二縫 還有變數 就是 其實我全部球種都講過了 但是 他這個球種來看的話 我覺得你不用到 需要急著先換啦 如果說你真的像 可能像我這樣子 欸 所以 投手可能 這個都差不多滿啦 也不知道要在練什麼東西了 的這種情況 那當然我現在 就是在等時間而已啦 就是等時間 等鑽石 等一點絲巾進來 然後就是 慢慢強化 如果是差不多到這個階段的情況的話 我認為可以換 我認為這個是有差距的 所以是可以直接升上去的 那你可以稍微等一下的價格 現在是有點貴啦 通常衛權的卡片 應該不會長太兇啦 應該 還是要看情況 好 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統一了 統一真的是很統一 統一 統一的 統一的正常發揮 好 統一的部分的話 打者 打者出補手 出的是陳崇宇 這張不用入手 除非 你對陳崇宇我愛 因為這兩張比的話 二三的是比二二的好 但你如果要跟柯玉銘比 我認為沒有 我覺得柯玉銘還是比較強 這個 這個 自己比就可以啦 這個我們大家可以自己去加加減減啦 就是只有選球贏了一點 其他都玩爆 所以 這張不用入手 有愛向的 投手 統一我們可以講的特別快 因為我自己玩統一特別了解 好 投手出李其風 數值上面是ok的 但球種上面 唉 李其風 然後 然後誰啊 我們看中繼啊 最準 好 這張的話只能中繼啊 這邊順便帶一下 好 李其風 然後 然後 柳玄達 黃俊彥 呃 鄭軍人 那時候我沒講到 呃 楊夢元左頭 我們先不講 獅子籤 全部都是中繼 都這種球種 我覺得你選一張你喜歡的就好了 這種一樣的球種不用放那麼多倉啦 所以這張不用入手 結論 統一 繼續養生 好那今天這部就結束了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了 拜拜